每日更新最新本剧 喂 各位的我们是亲兄 但我暗中夺了你的家产 又抢了你的女人 我让你家 我就必须让你身亡 听说你度假还有一大笔家产 拿手让你少受点击 你说呀 你可知道主连九族是 我们试图 让我们更怕群啊 兄弟们今天杀了这个女帝 荣华富贵尽在手中 兄弟们上 啊 你啊 我 师兄 你是谁 误会误会我就是个送外卖啊 无意诚容这里 抱歉了 当然了你们继续 走得了吗 大哥我明白 我明白 大哥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我什么也没提前 哎什么也没看见啊 我不要紧是吧 我这还有外卖还有电动声大哥 没啥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其装衣服装松卖傻啊啊 不管你是谁 我也是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替我的 逃出去 找金军 好 现在该逃的 应该是他 小子 你拿个烧火棍子就想下火门了 告诉 少在这拖延时间了 放弃吧 今天 你们都得死 弄了啊 我 你 你別亂 過來 剛才你們不是挺厲害啊 哎呀再來呀 性能使用女雷電之術 這什麼妖法 不可能是妖法 分明是在這裝神弄鬼 機軍馬上就要到了 再不把這個女帝拿下的話 都得嘲詐滅族啊 今天 不管你有什麼三頭六臂 你有什麼神仙之術 擋在我面前的都得死 殺死呀 什麼樣 這叫科學 科學還不可以滾 還不快滾 仙兒 美女 我就說 皇女帝四公斤 多謝神人相助 美女 你誤會 我就是個送外賣的 這個東西叫做電棍 有錢就能買得到 這真不算什麼 就這還不算什麼 哎呀你快起來 跟我過來 這個呢 就是我逃來的電車 我給你展示一下 哎 我 這 神 神王 神王 難道我真的是神仙 我司空竟願舉全國之力供奉神王 願神王為我們賜福 逼我難荒 我怎麼可能會賜福呢 我浑身上下架起來 就只有這個電棍 還有這個外賣箱 外賣是別人訂的我也不能給你啊 這個電棍啊 如今張號勢大 我又遛到這部電梯 懂不懂指望一根電棍 就能搬倒那隊過來 算了 就當做好事了 我給他去 雷神錢 現在就送給你了 這 雷神錢 多謝神王賜予神器 快起來 這人也秀了 這地 這雷神錢也給你了 我家裡還有事兒 先走了 神王賜曼 神王賜曼 這是 此物名為雪玲瓏 劍雪生意 乃我南荒之寶 雖不及您的雷神劍 但卻是我的一番心意 望您不要嫌棄 用一根電棍換古代翅膀 只要將這把我倒手一賣 我渡家就能東山再起 我也能報仇雪寒 你有心了 也不枉我送你雷神情 這份禮 我就睡醒了 除了這份國禮 我司空靜會取全國之力 為您畫像 打開祠堂 供奉與您司空家族的男女老上 世世代代 都奉您為安人 我還活著呢 不用派派 你要是真有心 就讓你的子孫後代 在兩千年後 去龍城江海 到時候再好好保安 美女 我先走了 別忘了我們的約定 神王在上 我司空家定遵守約定 陳救下來時 請陛下受罪 那你還不去死 身為禁君卻遲遲無法救駕 若不是天神降落我早就死了 給陛下受罪 傳練下去 召集全國最好的畫師 主要為其畫像 傳所有史官 主要為其力轉 讓我每一位司空家子弟 都永世傳唱他的恩德 是 你居然真的快樂了 久了這輛能穿越點 借的電動車 不足結就得 什麼 姑媽出事了 伯母我給你削個蘋果吃 試試啊 我們獨家 加坡人話 你還願意陪下小雨 但是 我現在又放下公主 來照顧我這個到老太婆 我們獨家 有你這樣的媳婦 真是大幸了 伯母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還有小號 這段日子幸虧有你 小雨柴冷真坐起來 重新工作 幹嗎 問雲哥是親兄弟 做的還不夠 我想幫雲哥重振鬥家 現在 老少女之後有什麼機會 配合男生私家打賞錢 男生的一家族 私家 沒錯 過兩天男生私家 將會來我江海投資 到時候 私家大小姐也會親一臉 只要我們抓住這個機會 一定能重振鬥家 伯母 我聽說伯父不是留下了一筆 振興鬥家用的寶藏嗎 不如咱們將這筆錢拿出來 交給小號 這樣讓他打賞私家 咱們就能重振渡家了 可是 我們渡家真的沒有什麼保障 椅子 是 乾嘛 就不然 再後悔想想 不然待會誰也見到了 小號 你就是做誰 不要 渡雪 你怎麼沒死啊 原王最高分的東西 何苦不成還敢害我嗎 還敢害我嗎 正好 我要殺了你 小雨 這到底是這麼回事啊 你被他們兩位給騙了 啊 我的好兄弟 要好 周思思 我都沒問題 我對現在的兩個人聯合起來 不僅讓我杜家殺破人亡 還有殺人滅口 這怎麼可能 思思他不是我們杜家的兒媳婦嗎 怎麼不考 我周思思 要做的是豪門貴婦 要的是無上權力 要的是勇士富貴 杜云 我被你設計的那麼好 你怎麼像蟑螂一樣 怎麼才都才不死 不過沒關係 今天一次我就能踩你一次 來人 你們想幹什麼啊 我來給我壓過來 跪著你 幹什麼 那個以後拖起來 你們幹什麼放開我媽 放給我媽 媽 小玉 小浩 我敢把求你了 你放不小 你爸媽 什麼母子良 是小黑法人什麼白法人 還是白法人什麼黑法人 小浩 你不夠刀死 回答錯 你們兩個要是乖乖救出遺傳 我能讓你們兩個走得高興一點 我自己面前 先弄死你了 張浩 你們在醫院吵什麼 吃什麼東西滾 我不管你 這家醫院是東海私家的資產 任何人不能在這裡鬧事 男生私家 起來 今天大廳廣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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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給你們兩天時間 藥交出遺診 藥死 我們走 呢 啊 啊 啊 你沒事吧 媽沒事 小燕你快走 你一開牆 你還能活 爸 我怎麼做 可是小燕 你爸今天沒有留下什麼遺憾啊 媽 這可不一定 追上去把我走 二小姐 您即便是為了賭壁連音 沒必要非要屈身在這小小的江海 我私家有祖訓 有神王後遺協助女士江海 只有找到他 我才能完成我私家千年祖 二小姐 千年來 私家花費了無數的人力物力 在江海尋找神王後裔都沒有結果 您再三天就要和王家聯誉吧 想在這之前找到神王後裔 這恐怕 把盒子放下 杜宇 這就是你度假傳家寶吧 腸挺身 現在我就拿著傳家寶和你的命 去見張勝 至於你沒 把盒子放下 那我要是不能 那你和他一起死 得死 呀 多謝小姐救命之 不必行 追墓盒 我還有急事 我先走了 哎 真沒禮貌 盤隆文墓盒 德叔 取消下午同江海所有會談 調動所有勢力 找到盤隆文墓盒 找到剛才的名字 伯父 再有三天就是婚禮了 是他思青羽放肆 還是你思家 根本沒有把我龐家放在眼裡呢 王上 爸 有消息了 思青羽跑去江海 找到了祖境中的神王后裔 什麼 立刻下在祖父 去江海等等 伯父 你不覺得這很巧 你思家千年都沒找到的神王后裔 恰巧就在這時候出現 我敢肯定 這就是思青羽逃婚的進口 沒錯呀爸 這讓我跟王上一起出發 帶上祖父去江海 如果神王后裔為真 我就以鼓勵請回對方 如果神王后裔為假 我就以加法 大歸思青羽 再次的感謝書位能前來參加我恒元格的拍賣會 想必大家都已經得到了自己心儀的派避 下面我宣布 本次拍賣會到此結束 我還有東西要看他呢 這不是杜家的落魄少爺 怎麼如此狼狽呀 你叫喪不牙之犬 狼狽一定也很正常嘛 杜少 不好意思 拍賣會已經結束 如果你想賣東西的話 請背後遞交你的拍品 按規矩 我恒元格要經過專人的鑑定 才能拍賣你這東西 張老闆 我時間緊急 你能不能 破裂給我一次機會 你能闖進來 現在還能站在這裡 已經是我對你最大的寬容 還要急 沒有 撐了嗎 勾 你瞪大眼你看一看 這是我恒元格的拍賣會 不是回首站 也不是你吵架還下的地方 我這裡面真的有保護 如果你錯過這個機會 你會後悔的 每一個到我恒元格來的人 都會這麼說 可像你這麼會演戲的 還是偷一個 你以為你通過賣慘 就使你這個廢品 能夠編出一個好故事 賣出一個好價格 簡直可笑 不少 如果你不願意走 我可以幫你 來人 把他給我拉扯 張老闆 張老闆 再給我個機會 等等 拿過來 南紅錦繡 千年前的頂級布料 居然有人能夠做出來 張老闆 這布料很值錢嗎 如果這是千年前製作的 價值至少十個億 可這布料不可能千年不符啊 即便是現代方品 至少也值十萬 可布料就值十萬 那裡面的東西 豈不更值錢 這木核雖然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但卻是千年前 南黃的工藝完全相同 難得難得呀 這東西我都買了 你說價 我要十個億 十個億 十四億 分了吧 你這些東西的工藝 雖然和南黃千年前相同 款式也稀少 但是 這質地太新 一看就不是老物 我輸五十萬 這已經是頂天了 十個億 簡直是開玩笑 張老闆 這盒子裡面放的是南黃黃族 至寶雪玲瓏 價值十個億 絕對不快 還南黃黃族至寶雪玲瓏 陸雲 好大的口氣啊 正好 還南黃黃族至寶雪玲瓏 陸雲 好大的口氣啊 張少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莊老闆 諸位賓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半個月前 杜家破產 他早已賣光了一切 他杜宇 若是真的有價值十億的寶物 為何那是不拿出來 還有 這七年前的南黃珍堡 就連曾經的南黃黃族司空姐 南省頂級權貴私家都沒有 他一個喪家之權 又怎麼可能會有 貴啊 說的有道理 所以說這東西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 南省私家大小姐 即將歷臨江海 那你現在 拿出這所謂的南黃黃族 至寶雪玲瓏 是何意思 你想侮辱私家 拉我們全場的權貴 陪你同歸於盡 還是你自己找死我 喪家之權 怎麼可能有南省私家的保鞭 這樣裡面的東西啊 肯定是假的 想趁我們想討好私家的時候 拿著假貨來混水摸魚 我看你是打錯了算盤 你們兩個跪下道歉 如果你們輸了 那就 你敢嗎 好 我陪你 即便這盒子裡面真有保 價值也不過千萬 而這一國之寶雪玲瓏 不過就是你的謊言罷了 好言難勸該死 轉郎吧 挺開口的 杜師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解決 拿著盒子趕緊離開 這盒子一旦打開 你就再也沒有回頭目了 今日這木盒不開 我全當你是在開玩笑 一旦打開它 裡面如果不是你所說的 價值數十億的南黃至寶雪玲瓏 你就是在挑釁 不只是在挑釁我莊正興 更是挑釁這南黃權貴 侮辱私家 到時候江海可再沒有你杜宇的容身之處了 你說夠了 我杜宇是個成年人 我會為我的行為附載 我人就站在這盒子也在這 張老闆請開 今天我就讓住衛看一看 我杜家是否有資格 擁有著價值十億的南黃黃族制度 好 就憑你杜少的勇氣 如果這裡沒有寶物 我給你道歉 諸位 請開眼 這怎麼可能 哈哈哈哈 杜宇 要不行你去看看腦子吧 這就是你所說的 智博雪玲瓶啊 這千年前南黃黃族司空家就收藏了這種垃圾 這一塊錢能買這一大堆破爛的破骨粒竹子 諸位 你就拿這種垃圾來侮辱南黃黃族司空家 這不需要再侮辱如今的司機 侮辱我們在座所有的權貴 張老闆 你聽我解釋 解釋你怎麼故意挑釋 解釋你怎麼故意挑釋 解釋你刻意開玩笑 我信 私家信嗎 私家大小姐馬上就要到達江海 如果讓她知道 有人用這種破玻璃珠子冒充南黃之寶雪玲瓶 會是什麼結果 絕對不允許有人挑釋私家大小姐 侮辱私場 張老闆 這個人不能活著離開 沒錯 私家來我們江海投資涉及資金數百億 不能讓一條狗毀掉 來人 把他給我扔死 等等 張老闆 雪玲瓶騙取生意 玻璃珠子是表情 張老闆 給我個機會 夠了 你讓這一眾權貴賠你們多久 要借鞋是吧 我幫你 死者 四小姐 您怎麼來的 放人 四小姐 這雜碎 他知道死在投資槍牌 也知道您就是南荒鵬的後裔 他去拿這麼一個破玻璃 東京南荒鵬 分明是在挑釁私家 我沒有 我能證明這就是南荒鵬 族製本 四小姐 你別聽他胡說 他就是嘴硬 你們還愣著趕 趕緊把他拖去陳家 我讓你放人 你沒聽見嗎 四小姐 我們這是在斬圖個圖 為何私家為人呢 誰讓你替我私家做決定了 所謂全是 是非不分狂妄無知 你攀岩不斥 你們所侵蝕的玻璃珠 是我南荒鵬族智寶 雪玲瓏 你們所蔑視的這位 是我私家的恩人 南荒鵬族後裔 私家私親與 拜見杜先生 四小姐 快起來 千年前 神皇出世 救我南荒鵬族 我私家得傳承守祖訓 於江海尋找持有雪玲瓏的 神王後人 我私家 將盡全族之力 報神王恩情 女的真夠意思啊 又送禮物 又送勢力 四小姐 不可能 杜宇他親手毀了杜家所有的家產 又害死了至親 如果他真是神王之後 他怎麼會淪為喪家之神任人見他 受刺刺 我變成今天這個模樣 還不是敗你所思 我的好兄弟 和我的未婚妻聯手陷害 導致我家破人亡流落街頭 你們兩個敗了還在這義正言辭 指責我 無恥至極 陷害神王後裔 歹心 等等 四小姐 中尉 你們沒覺得今天的神 太過為巧克了嗎 是杜宇宙是正寶 這家族報王之事 不上門求主 為何在今天出現 而且 他本應該拿著寶物回 私家烏龜原主 而拿到今天的拍賣會上來 如此千賣 是何居心啊 你什麼意思 我看肯定 這一切都是他杜宇做的劇 他杜宇 之前是不知道從哪知道了私家族序 我私家四弟 允許有人假冒我橫元閣的名頭到處招搖撞騙 杜宇 你今天到我橫元閣拍賣會上 搞出的這齣戲 你算是打錯了算 四兄姐 我莊正清 願以橫元閣招牌擔保 這桌上的所謂 至寶 雖是南荒工藝 但是卻是不折不扣 沒有一絲作舊的現代雁片 那也是因為我保存的好 你保存的再好 還能千年不變啊 這要是真的 得是從千年前穿越回來的 周四四 你雖然 但是這回你說對了 這南荒至寶雪玲珑 就是從千年前穿越的 杜宇 你一開始拿這個破玻璃珠子 當成至寶一是愚蠢之急 你現在又說自己是穿越的 你腦子真沒問題嗎 腦子用冰就去治 別人在這發瘋好嗎 諸位 先前的杜宇拿著破玻璃珠子當製作 以被我們現場揭穿 現在他又是在這開始裝瘋賣賞 四小姐 您現在還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 傢伙冒乘血玲珑欺騙私家 該死 不行 二小姐 這傢伙騙你 更是侮辱私家 讓他活著 咱們私家的嚴命很好 那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私家千年歲 最後的血 逃離私家耗盡一切 我難道遲到這位來找一個假貨嗎 德叔 我不想被抓回去 當做一個貨物一樣嫁給我家的事 對 對 我不管你是風是傻 給你一次接 你告訴我 你從哪知道雪玲珑的模樣又是從哪得到這個房品 沒錯 姓杜子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說出來 只要找到了真正的神王后裔 我們私家 不但會免除你的過錯 還會給你獎賞 紫小姐 這南荒至寶雪的模樣是真的 你們為什麼不信 我就是因為相信你 所以才找到這裡 我將你視為最後的希望 可你呢 你拿著一個房品 在這滿口胡言 我讓你站在這裡說話 已經是給你機會 你告訴我 你從哪得到的這個房品 真正的雪玲珑在哪 真正的神王后裔又在哪 我是真的 我拿的東西也是真的 夠了杜云 你就這麼想死嗎 姓杜 你以為知道真品在 取久了護身符 可以肆意妄為 我說真話也是放肆嗎 走 多謝 四小姐 像這種法則 誰有打到他的腿 他會張嘴是誰 對他越是寬容 他越是變本加厲 二小姐 何必這麼在意一個騙子的希望 給我點時間 你不能讓他張嘴 多謝 多謝 你冒充神王后裔 無非是為了錢 為了權 這些我都可以給 可神王后裔與我而言 是後半生的自由 我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告訴我 真正的雪玲瓏在哪 我以最後說一次 我 就是 是迷補 對 我還是那句話 人心不足是個東西 你怎麼就不知道 見好就收呢啊 你腦子清醒一點 你的身份是假的 你帶的寺寶 他也是假的 只有你的悲險是真的 你們認不出來就是 你們未曾見過就是假的嗎 你進度的 你還要幹什麼呀 你們覺得我的一切都是假的 好 我今天就讓你們看看 什麼是真的 那我就讓你們看看 什麼是真 斯小雪 既然你南省斯家是南皇皇族後 那你可知 當年南皇女帝雙手混在雪玲瓏 時說過什麼 他說 雪玲瓏見血生意 他說 會立下牌位勢在共同 裝模作樣 看你能裝到什麼手 來人 把他拿下 對了 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些 我知道的比你想像的 我雖然不知道 斯家是否立入牌位 但是 我現在就能證明這曲 龍龍是真是假 諸位 睜大你們的眼睛看清楚 陸宇啊 你去給我大家看片一看 你也是 雪麒麟和祖訓上說的一樣 現在能證明我的身份了嗎 現在能證明我的身份了嗎 是青羽有眼無珠 不是這樓 你先要是不是 不可能 這就不可能 一直隨時能被踩死的螺蟻 怎麼可能是世貌後翼 斯小姐 你別被他給騙了 這雪玲瓏肯定是這樓一偷來的 夠 中心能偷 我祖上流傳下來祖訓也能偷嗎 你們那些窩囑的親戚我不知道 你們一再的誘導我一再的侮辱杜先生 我就是怕他身份搞變怕他放 下 是個 我們是怕你被騙 您私家的項目 據說我江海北新的天 要是您被騙了 我江海丟了這個項目 我呢 就是江海的罪人啊 你們的藉口還真是多年 你們陷害我是為了江 但你們昨天殺我 你們前天害我江火人盲呢 剛好 周思思你們回我杜家機也 害我家破人亡甚至還要害我母親 經濟光光一切 我記得清清楚 現在該還債了 我私家因為先生清理垃圾 鞍前馬後再說不死 小姐 你們利用我 我可以原理 但你得罪神王後裔就該死 得說 思心語 你的戲演完了嗎 孫天宇 你的戲演完了嗎 大姐 你來的正好 我找到了神王後裔 完成了我私家千年 所 神王後裔 我看是投機的騙子吧 清語 想不到你為了逃婚 竟然找了一個這種垃圾來冒充神王後裔 你這樣做簡直是讓思家總會神修啊 我找神王後裔 確實是想讓他下令解除我和你王家的婚約 但我思心語 絕對不會做這麼下的解釋 不可能 我私家找了幾千年都找不到的人 你一出現就找到了 這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啊 即便真有如此巧合 一個送外賣的小角色 也絕對不可能是神王後裔 我可以證明 他杜月本來就是一個無所及其 不用的一個小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就成了神王後裔 他肯定有什麼貓 我是送外賣 但工作不代表身法 也不是地位 更不是品質 你們是江海權貴 是大人 但是你們見到更強大的人 不是一樣要搖尾其 孤大小雪 二小姐已經驗明了我的聲音 你要是害不得 是想要委為私家祖訓 我私家的規矩 用不著你一個小角色來教我 他私心語代表不了私家 更代表不了私家先祖 而我呢 請祖譜 私心語 我早就料到你會以神王後裔 為由鬧事 因此攜帶祖譜親智 如果神王後裔為真 我將以古禮 請先生教你私家 如果神王後裔為假 我將以家法 在這祖譜面前處置你這個不孝子 私心語 私家祖譜在此 你身為私家子弟 還不跪下授罰 不用愧 不用愧 私家不是以神王為尊嗎 不是子孫後代要報恩嗎 那既然見了 就不用愧了 放肆 我既然請出族譜 我就是代表私下 我扁頭 你就是神王後裔 受我私家尊處 我搖頭 你就是路邊野狗任人託 像你這種野狗 現在只需要滾到一邊等待處置 哪有你說話的 像你們這種底層的垃圾 怎麼就認得清楚自己的位置呢 以為抱上大腿 就能夠一步登天 還敢在這種場合出頭 好 那我就讓你認清現實 來人 就打斷他的腿 退下 大姐 不能動杜先生 大姐 杜先生真的是神王後裔 血液濃滴血生液不會有假 他一口說出咱們祖父內容 不會有假 未必 這私家二小姐 有神王後裔 而這杜先生 正好有神王後裔的身份 更加似不及 他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姓侯 神王後裔的身份 閉嘴 我私家的事 還輪不到你來查 該閉嘴的人是你 千年來 不乏有狂妄無知之輩 冒充神王後裔來我私家行騙 但下場只有一個 那就是屍骨無疾 但現在 你私心與身為私家小姐勾結外人 他杜宇區區樓椅敢冒充神王後裔 在祖父面前 在我私家老祖面前 你們想怎麼死 你可以不信 可以罰我 也可以殺我 但杜先生真的是神王後裔 你若動他 我私家私弟 無言再見先祖 夠了 四清雲 你要權勢 你要地位 我王家都可以給你 但你卻選擇勾結這麼一個小角色 事情敗露你還要袒護他 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當然是拼頭 像杜宇這種人看見權勢 就像野狗看見了骨頭一樣 費緊心思往上來 這勾搭上私家二小姐 不是正常嗎 好一個樓椅啊 冒充神王後裔欺騙私家 還敢跟我王志海搶你 身為樓椅 卻接連得罪了我兩大家子 你足以此毛 但也足夠該死 說過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們口中的神王後裔 我也不在乎你們大肆宣揚的暴露 我之所以拿出來雪玲瓏拍賣 是因為我要救你 你們咄咄逼迫 好啊 神王後裔這個身份 我今天還認定 夠了 一見樓椅一再放肆 挑戰我的底線浪費我的時間 你哪來的倚仗呢 是自身難綁的私心女 還是你那雁瓶血玲瓏呢 既然這樣 那我就毀掉你的倚仗 來人 把這盤樓木盒 打碎 現在 現在 我就把你全部椅仗 都毀了 大姐 我跪下了 我願意恕罪 但雪玲瓏光乎我私家千年溯源 不能毀啊 哈哈 杜宇 你的椅仗都已經跪下了 你還站在這 早知如此 當初就不應該就像男皇女 這就是你私家報恩的方式 杜宇 這眼睛真把自己當什麼後藝 是嗎 樓椅就是樓 死到臨頭了還在這住 還是心慈僥倖是嗎 那就讓你絕望 讓你徹底看清我們之間的查知 不要 雪淇淋 你 慌什麼 不過是他的一點把戲 不要被騙了 好一個鎮定自若的私家大小小 好一個狂妄無知的蠢祸 放肆 放肆的是你嗎 二小姐為我做保 你讓她跪下 雪玲瓏為我作證 你將她摔碎 你為了否定我的身份 簡直是無所不用其心 好啊 今天我就用鐵證 打碎你的話 你私家男皇女帝曾立下誓言 將為神王化下 至於宗慈利於排位 放於祖譜 對嗎 私心居然連這個都告訴我 謝謝 打開祖譜 拿出話想 今天我就讓你們男皇皇族后裔見證一下 雁明正身 師父你敢 私家族鋪不是你這個蠢蚁能夠沾染的嗎 杜宇 明明你的遺症都已經碎了 你為什麼還不敢跪下 你只要我這還能一陪喪屬 就是你一見蠢蚁得罪私家 不過就是死 而我們將會失去白相嗎 絕對不能讓這個皇族再放肆 諸位不能讓他害我江海呀 快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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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二少你跪下 你聽不懂什麼 小姐 二小姐 杜先生無關 今日不是我私家本意 二星杜先生說錯 戲演完了嗎 可以跪下認錯了吧 私家大小姐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拿出祖譜 打開畫像一切都給真相打開 我不需要你私家報案 只需要你盜竊 賠償 哈哈哈哈 笑話大言不慘 祖譜乃我私家千年前世代傳奇 是我私家無上之母 連我和家父都沒有資格打開祖譜 你是個什麼東西也配讓我為你開祖火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 給我磕頭認錯 我還能收你當一隻貪門狗 只要你打 一切都將會真相打開 你試試 依然大姐不堪 讓我看 德叔 二小姐 既然是我燕明正身 他自然是讓我來的 司青瑜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為一個樓椅開祖譜 丟盡我私家臉面 還有你這野狗 也配燃至我私家祖譜 來人 幹掉他 拿回祖譜和神皇畫像 朕 私家大小小 既然你不認可我的聲 那這睜開你的眼睛好好看清 這畫像上的是誰 這一模一樣 不可能大小姐 一定是他掉包了 是 有二小姐的幫助 杜宇就可以對祖父做手腳 收起你們那些窩囑的心思 祖父存放於宗祀 受專人看管 無人能作弃 至於這幅畫 更是存世千年 無數私家子弟建築 更是無人敢作弃 斯大小姐 有了這畫像在 難道我還是假的嗎 相差兩千年的人 怎麼可能會一模一樣 生完後一而已 當然有些手段 大姐 既然已經雁明正身 我們是不是應該按照祖訓 依鼓勵 迎先生回家 執照 不要 我杜宇雖然去 但絕對不會嫌疑圖爆 我只要思青城 給我道歉 賠錢 讓我給你一個蠔椅道歉 對 我是個蠔椅 但是我也是神王侯 也是你私家的恩人 你三番四次的回辱 還打碎了雪玲瓏 難道不應該道歉嗎 思智族 思青城 你難道要違背族勢嗎 道歉 思家思青城 願向杜先生道歉 用百億項目作為陪手 至於你 杜宇 就算是神王會有的怎麼樣 若是若是我思家 我可以給你跪下來獻罪 但你現在還是路 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是沒入手思情 但是不犯了 賬號 我的賬 我會一筆一筆地討論 這 只是開始 先生留步 阿小姐 還有什麼事呢 先生不願執掌是私家 但我身為私家人 卻不能不遵守族訓 我願嫁給先生 你報先生恩情 這也太好吧 我剛拿了一個百項目 已經很誇張了 請先生成全 考慮考慮考慮 考慮 先生 我 八蛋 可恨老子超女人 這私親女 利用神王後裔奪權的心真是重 道小姐 你真的要把那百項目給他搂椅嗎 怎麼可能 神王後裔 我私家自然要報恩 我私家願將百項目交給杜先生負責 諸位 願意嗎 當然不願意 我們願意跟著男手世家私家的帶領 怎麼可能讓這一隻樓椅子這胡九漫長 一個僥倖獲得先祖蒙英的廢物 不能讓他肆意妄為 沒錯 輸的罪啊 我也贊同 絕對不能按對於得到江海的相符 明日 我私家將會在江海召開投資大會 這也是你們唯一的希望 諸位別讓我失望 千萬不能讓杜宇回到私下 我謀劃了數十年的家屬職 絕對不能落在外人手裡 放心 就算明天的投資大會搞不垮他 我也不可能讓他活著 放心吧 我馬上就能找到錢給你治療 把一把刀骨弄 治療治療 譬如說是你 雖然你遭受了鄧思思的壞伴 但是 你也不能一輩子就一個人過了 馬上想在走之前 能看到你狙擊生死了 哎呀媽 我 老母 老母 杜先生 你不是 老母 我是杜先生的未婚妻 喂 四小姐我見過這個沒見過逼會 你怎麼能讓我在哪兒逼會 你有時間考慮但是我沒有了 如果不嫁給你 我就會淪為家族聯姻的工具 嫁給王志涵 那你嫁給我不也是一樣嗎 不一樣 你真摯 善良 開始我私家恩人之後 於心於禮嫁給你 我都不會後悔 杜先生請你成全 二小姐 剛剛傳來消息 大小姐想在明天的投資大會上鬧事 他不願意讓杜先生順利接手 咱們私家在江海的百姓巷 還想讓杜先生萬劫復 什麼 我只不過是你私家恩人的一個後頭 你自家家大約 橫沃男生 他不想非常 也是一所當然的 但是他想要我的命 我不道理 只要你願意入主私家 就沒有人能害你了 你私家不會聽名於我的 更不會讓我入主私家 可是 沒關係 他們不願意 自然有人回去 誰 你私家仙杖男荒女帝 乾粒 李氏書 這一個電工就能換一塊 我這麼多塊金黃手錶 應該能換 很多無價錢嗎 對啊 女帝美女我來了 我就回來了 我就回來了 這裡不是呢 那這是 小子 別動 呃美女 别说话 这是谁啊 怎么会在我家 我 看幻境 这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夫 我要是说自己是穿越而来 肯定会被当成疯子关起 朱华 我是路过 陈的 陈的 美女 你看我的衣服 我的气承 还有 我的车 我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这是个我 误会 你现在 和我放开完了 女儿 走 万余 女儿 万余你救救我了你 啊快点 他 他没事吧 他没事 很怒 但你就有事了 朱海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 就算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 不嫁 好 大大 看看 这是你爹一晚上在我那欠的 原本带利 我就给你算五万 我给你两个选 一 是嫁对吧 那五万 地比勾销 就当是彩礼了 咱们一聊两天 二不嫁 哈哈哈哈 我就弄死这个老东西 我我同意 我答应你这块回事 我我同意把我女儿嫁给你啊 大 我女儿 我小子有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筋巴被他们活活打死啊 要不 要不 要不你拖银你嫁给中国 我手里边正好有一只好的股票 等我熬过来这段时间 我肯定大断一笔 到时候 到时候我再跟你熟回来 不就完了 为了炒股 你第四吗 现在还要卖掉我 女儿 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能过着好日子吗 相信我意思 你这相信我意思 我肯定能正会来 为了帮你 我卖掉了妈的乙物 为了帮你 我没日没夜的工作 我已经帮不了你了 帮不了 那就没办法喽 给我打 周哥 周哥 别动我 周哥 你 我把 啊 周大哥 就是你放开他 放开他 周大哥 乱过他吧 让我帮他 啊 啊 啊 周大哥 啊 你别碰到你 周蓉 你宿舍 愣着干什么 不拉着我 你拉开 哎 你让他人说 周蓉 不是你个宋女 你有病啊啊 他老子说过度了 周哥 周哥不要我 周哥 周哥不要我 哈哈哈哈 女孩 你救救我女孩 你救救我 哈哈 不要 多多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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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求求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什么都答应 行 哎 这样 你你先把衣服脱了来 咱们呢 玩个好玩的小游戏怎么样 我现在特别想让你当了你老子的面 把我伺候好了 只要我转了 我就算了 我脱是吧 够心脱 你住手 我脱 哈哈哈哈 我找 出 喂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孩不合适 哪来的条野狗 谁敢犯老子的事啊 我 换孕的皇家 嫂子 你也不撒棒 就要戳中你自己找什么样子 你都带来的注意 人家敢冒充碗孕的朋友来坏老子的好事 老子 我现在给你脸色选 一 站好在那关锅看 二 老子连你一起打 不要 他只是个路人 他是无辜的 无辜的路人会被绑起来吗 大哥 我看这小子分明是卢阿姨的拼头啊 好 卢婉月 我以为你屡次拒绝我 是真以为你是什么真杰利 没想到你早就跟别人勾搭上了 把那小子腿给我打断我带过来 我让他好好看 我怎么弄我他的面 玩他的女人呢 等等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 有钱 你 只要你有钱 马玉现在就嫁给你 爸 他不是一个路人 王不能让他掏钱 他把他掏钱都给他掏钱 你不要咱们都要帽子的命啊 妈妈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人员买卖的货物 我想 就是为了让你孝顺我 你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你真的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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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救救他 不不给我给我 钱了 钱正式没有 没有钱他这个马玉的男朋友 没叫你上魔剑来干什么呀 哎呀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 原来就是个喜欢吹牛的野狗啊 还大言不谈的想要英雄救命 把他腿过去啊 他这个好心 你怎么不敢动他 他手没亮心的你啊 我都斑崖了你了 我脑子都让人快打死了你不管 你这个小骗头 哎呀打你就护着你 我呗呀你了呀 行了行了行了 我现在没工夫在这管理这么多啊 把这小的腿给我撅折了 等等 钱我暂时没 给我几千十千 我翻倍给你十万 我翻倍给你十万 疯了 你要为一个陌生人不十万 我现在帮你 三十年以后你来帮我 怎么够了呗 那条路边的野狗 还想空手套白狼 还跟老子强女人 老子周海众头江湖 他没有人敢这么对我放 老子今天不教训教育 我这面子往哪个呀 我推打算 压你上去 这是从国外带来的名票 价值十几万 用他做底呀 不算是空手套白狼 大哥 这表一看就是高档货呀 上面还有阳文 肯定这 五十块的地摊房贴 专手几十万 我真是个天赖 用他做底呀 可以给我几天时间了吧 行 咱们就给他几天时间吧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凑齐十万块 如果你凑齐十万块钱 这个表跟不外遇 我全都要带 把那老头带着 咱们走 哎 又干就干 白玉啊 白玉你救爸爸呀白玉啊 救爸爸呀白玉啊 快把白玉啊 我爸爸呀 怎么每次穿越 都是这么危险的地方 又 对不起先生 是我误会你了 把你打晕 把你绑起来 你却用十几万的手表帮我 放心 我就算卖房子凑钱 也会把你手表赎回来 哎呀 这没什么 喝酒 不就是一块表吗 我这里有的是 谁能是 随便拿出两块表 就能帮你还债 就能帮你救出老天 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你甘心这一辈子受人欺验吗 你甘心这一辈子 被当作私益交换的货物 想想你那维利是图的老爹 想想周海那狂妄放肆的模样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愤怒吗 只要你点到 我就能帮你还钱 就能帮你改变这一切 你为什么帮我 我都说了 我现在帮你 三十年了 你来帮我 好 我相信你 好 那我们 现在就去把你结表卖 然后去买股票 不行 我知道 你是怕我和你老爹一样负债来来 但是 我不会 不会说 啊 今天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 按照历史书上的记载 五月国际传统能源市场猛涨 只要把握好时机 我今天就能将手中的五十万翻数倍 我还以为有什么别的老爹 谁还是想抱着男主战 也对 像你这种爷子 只能想着一夜暴富了 我说过三天后 现在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 跟你没介绍 这次我还要说 是这家交易中心的很多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 你们连赔钱的机会都没有 这里是交易中心 不是一个不是什么垃圾都能进来的 像你这种折装怪异的野狗 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来 来人 把他们赶出去 我们是来买股票的 为什么赶我们走 为什么 因为你们得罪了我 因为你们双赡地位 因为你们没资格 哎 现在有资格 你小子脑子是有问题 是吧 这不叫是什么问题吗 传统能源行业的小公司 从上市以来 这样就没有变化了 哈哈哈哈 赵子 我明白了 你是想惊怒我 并立下这个总局 然后买了这张万年不变的股票 还让自己立于不败事 真是好凄苦啊 如果这只股票 今天能翻一倍 算我了 如果不 算我说 不知死活 我不管你小子 在哪打听到的 所谓的内幕消息 我确认你还是收起 自己一夜报复的美梦 二叔啊 好原男生该死的 人家找 咱俩人家干什么 这么好 咱家呀 还缺条看门狗呢 好 整整五十万 陆先生 我提醒你一句 还有一个小时就停盘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让股价翻倍 他只要手指一点 你就输了 那可 不知死活 送你一程 成交 还有一个小时 股票就结束了 你根本也不这样 你不这样 小子 你提前给我跪下 我提杜先生跪 卢婉玉 你搞搞清楚 就算这小子说了 你也是我的人 你吃饭去让你跪下 但我现在不让你跪 我让他跪 跪下 还没出息了 你干嘛这么抛起 你不会是 我帮你 来 等等 紫电能源的股票变了 我超过三年 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一下子能来求这么多钱 这是恐怕不简单 这里有五十万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拿走十万 以后断了对婉玉的念头 二让我进去买股票 好 我可以让你进去 什么十万 在股市 成交税花而已 交易所虽然才成立四年 但我见过太多像家众这样 自以为是的人 倾家荡产筹钱 进入股市 转眼间 就派一个家破人王 也是啊 他想死 我也不来了 小子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头认个错 等我说你在那边 说的倾家荡产的时候 我可以借钱让你三个吧 你只需要在我们家门口 当个看门口 看我怎么玩的 敢赌 就赌今天我能在这股票中心赚的 好 那就赌 如果我输了 我跟你磕头认错 但你说了 你给我跪下当口 这不公平 我说公平就公平 说你什么事 没问题 五十万 能买他 电能源 你小的脑子是有问题 都是 全电能源的股票变 不是变 是涨了 啊 那简直是涨了 万年不变的一只股 刚刚人家在这 是什么的 这么可能 不是变广告色 咋才刚等了一点点 你们是什么 不好多年 这点涨不太久了 如果按照这种 这只股票 这辈子没想翻倍 最后的一样 还是我们 小子 我承认你有点 也有点 还是遇到我们 你还是只能跪下 哎 对对 刚刚得到的消息啊 死犹大伯 爆发地下 全球游家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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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就会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分钟 这只都会大涨 你算起我 对 我就是在算起 现在股价翻倍 你说了赶紧给我跪下 赶紧给我跪下 那我给你跪 你想反悔吗 我能让股价翻倍 就能让你明天倾家荡市 想再赌一次 如果得到国际股价内门 不是我们得罪的 跪下吧 好 我给你跪 狗用过的东西不需要 你给我记清楚 这辈子都不要打扰玩具 不然我再见了 一定会让你扣回 陆先生 你实在太厉害了 不过一个小时 就将五十万翻了一倍 让我历史 这是小意思 现在 说还有道线了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 要看卢小姐 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事情 就算你 不行 对不起东西 接下来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不早 天下没有不散的用心 可以该付一下 不我的恩情还未还 三十年后 就是你的报恩之事 也是我们相见之人 这本历史书 还有这份补照 欠的手交给你 希望你在这三十年内 能成为一方剧情 再见 先生 先生 三十年后我去哪里呢 三十年后的今天 江海私家招标会 会否给我一件信物 信物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那我还信了你 就还剩这几张 先生 先生 你敬我于水保 改我命令 三十年后 给你 必定写此理 你将来报恩 好 走了 三十年以后 先生报仇 啊 餵四小姐我已經找到破局的辦法 三十年 我終於等到今天了 清雲 奶奶 立刻攜帶恩人的信物 所有事 所有資產前往江海 杜先生 懷疑苦心經營 忠誠一方俱情 如今 我終於能見到你了 李家主王家主我給二位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張家的張浩 就是她 昨天在我橫元閣拍賣會上 從京城的王家南省思家 結下了良緣呢 不過就是能在思家大小姐面前說幾句話而已 南省思家很過癮 能夠得到思家大小姐的青睞 張家崛起 指日可待呀 不僅是我們張家 大小姐說了 只要我們今日合作 將那杜宇從項目負責人的位置上拉下來 我們整個江海權貴都可以劫非成天 可我聽說這杜宇可是思家安忍之後 我們要是將他趕出去 起不得罪思家 這什麼安忍 不過就是嫌圖暴的小人 思家大小姐念著千年前的恩賜 不願意親自 我們敢談刀 那是替思家除害 這可是思家大小姐親口 況且思家對我們江海的日子投資 事關我們江海命案 事關我們所有人都榮華富貴 怎麼可能交給那隻蟲蟻 說的沒錯 我莊正清再次的表態 今天思家這百姓項目 只能由我們來掌控 在江海有我莊正清財 就沒他肚餘 那你現在可以滾了 那你現在可以滾了 思家大小姐的知青城 昨天在拍賣會上親口叫思家的百姓 百姓項目交給你們卻不承認 難道你們是想和思家作退嗎 我們並非是想和思家作退 但我們也絕對不會允許一隻蟲蟻 掌握江海的命脈 杜宇你杜家先祖對思家有恩 思家要報恩可以啊 但是想要拉上我們不行 沒錯 今日我們江海權貴聯合一體 除非你從這個百姓項目負責人的位置上退下來 否則我們將全力反對 退 這就是你們的第一次 你們的手段 你們聯合起來想把我推出去 然後掌控這百姓項目 我們還能跟你講生路呢 啊 搞笑 你們給我搞清楚 不是先有了思家在江海的百姓項目 才有了我的今天 而是先有的 才有了這百姓項目 你們說我受祖輩蒙音 那你們今天站在的都是因為我 你們自以為是想把我推出去接 這百姓項目 簡直搞笑 哈哈哈哈 周宇人 你腦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真以為你先對思家有恩 思家就會為了你 去投資這百姓項目 沒錯 你說的思家對我報恩 是理所當然的 哈哈 我不管你是失心瘋啊 還是幻想症啊 但我勸你 收回這可笑的想法 那百姓項目 根本就不是你的所有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不過就是想嫌途報 想要得到思家更多的東西 我勸還是見好就收 過度貪婪是會死的 哈哈哈哈 就這種小角色啊 這樣搞利益 就像野狗 這樣鬧了骨頭 只會鬆口啊 多元 說到底還是錢 你不就是為了錢 我替思家呢 把這個錢給你 好 這卡里啊 可有五萬 就當 是我們施捨你 拿著這張卡滾吧 這就是你們江海權貴給我的答案 你現在還能夠站在這兒 已經是我們給思家最大的臉面了 拿著卡 你可滾 我看誰敢 我看誰敢 今天 誰和杜先生作對 就是與我思家為敵 二小姐我們並不是和思家為敵 我們是在保命 他度於一枚資本 二枚權利 他拿什麼操縱擺一行 我們跟他合作 那不是在找死嗎 我思家的人脈就是杜先生的人脈 我思家資金就是杜先生的資金 我們思家 全力支持 你們大可安然放學 我要是說 若是沒有思家支持呢 你什麼意思 我們大家都是奔著思家的名手 思家的雄厚財力而言 若是思家撤資了 那這百億項目的資金誰 你別 我思青玉今天再次作證 只要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是杜先生 我思家 絕不撤資 二小姐 二小姐 不好了 家裡剛剛傳了消息 決定從江海百億的項目中撤資 什麼 這怎麼可能 當然是因為他了 思家最討厭 解恩圖報的勢力行為 私家撤資 就是讓你 徹底額為項目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私家遵循千年祖訓 尋找神王後裔 對的就是報恩 絕對不會陷害你的 二小姐啊 你說的不算 代表不了私家 現在私家撤資 百億項目我成了空殼 動員 你不是很狂嗎 剛才不是讓我們這些人 所有人都走嗎 現在 我還是得像一條搖尾起連的野狗一樣 杜宇 從天上到地下的感覺如何 你現在該認清現實了吧 你所有的一切 包括地位 都是別人賞賜給你的 一旦被拿走 你依舊是個蝼蚁 我江海的權貴 豈容一隻蝼蚁騎在頭上 原本只是想讓你放棄負責人的位子 不成想卻鬧成了項目設置 我很佩服你這套小角色的布置與愚蠢 頂著一個百億項目負責人的名頭 卻偏偏是個小角色 你還有什麼資格 還有什麼臉面來在這裡 滾吧 不要在這裡丟人現眼了 杜宇 你可別再裝 你所有的倚仗都已經消失了 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金 拿著我賞你的股 滾了 滾了 私家撤資百億項目 我成為空投負責人 但你們也失去了一個改變江海的項目 我雖然輸了 但是你們也沒贏 誰輸了 私家大小姐 答應給我們新的百億資訊 就由我們江海的權貴全權利子 而你 最後還是條廢狗 閉嘴 縱然失去百億項目又如何 杜先生依然是我私家恩人 由不得你們再放 杜先生 其中一定有誤會 你跟我回南省 入主我們私家 到時候 你想要多少項目都可以 恐怕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恐怕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姐 你到底在幹什麼 杜先生是神王後裔 是我們私家恩人之後 按照祖訓 他理應接受我們私家 你現在不僅阻止他入室 更是連百億項目也不讓他接受 你違背祖訓 你真是在背叛我們私家 背叛私家的人是你 男荒破滅 我私家耗費上千年才有如今地位 你居然拱手讓給一個外人 我私心成 絕對不會允許 一條野狗坐在我頭上 我好去見父親 他絕對不會允許你這樣做的 晚了 我和王上已經連夜趕回南省 早已說服足內所有人 今日我站在這兒 說的每一句話都代表私家 還有我私心成遵守千年祖訓 對神王後裔報恩 拿出了百億項目 是他自己身份卑微牽不住了 我明白 你們私情報恩 只不過是攀附的手 如果我現在身份尊貴 全是滔天 你早就不復在我的腳下 沒錯 只可惜你身份太過悲心了 自古以來 只有下位者對上位者報恩 上位者對下位者的 只能是施手 不如你給我當狗吧 每天把我的皮鞋舔乾淨 這樣的施手 你才能接得住 施涵你 你們就這麼確定 自己贏定 不然呢 不說我京城王家 難省私家 就說這在場的江海權貴 就足夠把你給逆死 一開始 我就沒有想過讓私家報恩 是你們咄咄逼人 你們私家不計恩情 恩將仇報 以為我身份低微就可以自一見 好啊 那我也要動用手段 這百億項目會繼續進行 而你們欠我 也會一一給我吐出來 什麼手段 你那張嘴嗎 哎呀 我不想聽笑話 我想要一條好狗 來人 給他脖子拴上鏈子 拴到我家門口 今天有我在 誰也別想對先生無力 就算私家不支持先生 我也會站在先生身邊 我會用我全部的資金 讓這個項目繼續進行下去 死刑人 你鬧到了沒有 你對著神王后裔上心 不就是想要毀婚嗎 不就是想要留在私家爭奪家產嗎 父親已經下令 收回你所有權利 切斷你一切資金 你馬上給我回到私家去 準備和王上完婚 請願 你終究逃不過我的手掌心 至於你 姓杜的 此刻啊 你所有的倚仗都已經消失了 還不趕緊給我跪下當狗 終究盧家 閒眾裡 全來謝恩 終究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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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眾裡 全來謝恩 終究盧家 就是那個三十年前 決起的少爺劇情 這論私產 終究王家 和南省私家 合起來 也不是盧家的對手 終究盧家 前來謝恩 終究盧家 終究盧家 前來謝恩 終究盧家 千年人生 極貧暖慾 千億下午 還與我盧家 姓映 我盧家 願取全足之力 償還杜先生的恩情 還請杜先生 現身 請杜先生 現身 請杜先生 杜月 你什麼意思啊 難不成你對中周盧家也有愛啊 神王後裔 誰說我只能對南省私家有 我的後手 比你想像 他南省私家不想報恩 這天下有的是忠孝令性質 終究盧家 他也才不死 到底要怎樣才能讓他消失 為什麼會有人出來幫助一隻蝼蟻 為什麼他就不能去死 我就知道 先生身為神王後裔 一定會有自己的手段 盧小姐 這位 就是杜先生 你就是杜先生 正是 我就是 不對 盧小姐 這個杜宇 不是你要找的杜先生 我要找的杜先生 是我們盧家的大恩人 三十年前 助我盧家成為一方劇情 按照年紀樣貌 怎麼樣也得是個花甲老人 而他 也就二十多歲 怎麼可能會是我要找的杜先生 啊 我就說嘛 杜宇 先前能成為私家的恩人 也是你的真心 現在怎麼可能成為盧家的恩人 身份卑賤而不自知 偏偏你還敢自己站住 真是丟進我江海人的臉啊 原來盧家出現就是個湊巧 而你又湊巧姓杜 只可惜你的好運氣到頭了 正好 當著中州盧家的面 做個見證 今天就把你這個害群之馬給做 真的只是巧合嗎 三十年前 杜先生助你盧家 發家獲得第一筆錢 然後立下誓言離開 三十年後 你盧家遵守諾言來到江海 來到這私家招標會尋找杜先生 但是這現場只有我一個杜先生 可是 不用想 就是我讓你來 我就是 你才二十多歲 你怎麼可能會是杜先生 但你 又知道我盧家隱秘 如果你依舊不信 可以讓盧婉玉來 是真是寂 才一見便 我奶奶這些年苦心經營盧家 本就身體虛弱 如今又連夜趕往江海 以併倒住院 盧小姐 先生乃是神皇后裔 他的先祖既然能在千年前 施恩於我南皇皇室 那也能在三十年前 施恩於你盧家 他既是你盧家恩人 那你理應報恩 這位小姐說的對 那就老請杜先生 跟我去一趟醫院見我奶奶 等等 劉小姐 你真的要帶這個騙子 去見盧家老夫人嗎 你是南省思家 思青城 思小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青城的意思很簡單 倘若你將這騙子帶入盧家 你中州盧家的名號 怕是會淪為笑筆 一個巧合是巧合 但今天未明也太多巧合 他度於一個樓椅 沒有權勢 思青女就送來權勢 沒有資金 你中州盧家就送來自己 杜宇你別跟我說這是你的魔幻 依我看 這根本就是你的陰謀 我就說嗎 杜宇你本來就是個小角色 怎麼可能加速破產之後 能擁有這麼多的背景跟勢力 就是 哎你說你是神王後裔啊 你祖輩 對思家有恩我們信 但是你現在又說三十年前 你親自幫不過盧家 還留下口氣 讓今日來報恩 哈哈 這簡直笑話吧 對呀 以我態 你就是個神貴騙子 就是 閉嘴 我盧家的恩人 誰能容你們這樣放肆 盧小姐 他就是個騙子 你袒護他 丟的可是你們盧家的 但他既然能說出我盧家隱密 又出現在這場招標會 我就不得不給他這個機會 啊 對 我算是明白了 你先是聯合私家二小姐 把招標會定在這裡 然後又是今天 就是為了拉好盧家 好啊 好啊 對 你這個計謀 真是大 盧小姐 如今盧老夫人可是重病在床 你要這種時刻 帶這個騙子去見盧老夫人 恐怕 你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杜先生 現在 就請你拿出證據證明你的身份 否則 你不但見不到我奶奶 還將為你欺騙盧家 付出代理 為欺騙我盧家 付出代理 我已經說出了盧家的隱密 難道還不能證明我的身份 幾句話能證明什麼 事關忠州盧家顏面和江海擺一項目 你要是拿不出證據 就得死 他拿不出來 因為這一切都是他的陰謀 杜宇 你可裝夠了 趕緊跪下來受死啊 先生 只想死 既然你們要證據 那我就給你證據 小子 你別是用那些仿造的垃圾騙人吧 我們江海的權貴好騙 可中州盧家可不是那麼好騙的 你不會還要繼續拖延時間吧 哼 對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 所以杜宇 你明白了嗎 你要是拿不出證據 你做得死 大姐 就算先生他不是中州盧家的恩人 他也是我私家恩人之後啊 就算我不動他 在場有誰會放過 你說夠了 覺得我身份低微 沒資格當你們的恩人 覺得我廣話連片是個騙子 好啊 我今天就給你們看看 我的資格 我今天就給你們看看 我的資格 上次私下的信物不一樣啊 堂堂魯家的信物 就不會這樣對待 千萬國標以求新啊 如果他是騙人的 一定不肯用如此拙劣的為 說不定這裡面內有玄機 aku 竹背 燕源啊 你是在開玩笑嗎 你一個籠椅倒沒什麼 但你 這是我 Stgo place aluminium 我以为你有多高敏的手段 结果就这 我看 你就是自觉身份低位 无力回天了 所以想个办法找死罢了 你来我私家认证恩人之时 拿的是一国之宝血玲珑 如今却拿出来半张破饼 我不得不怀疑昨日的血玲珑 是你偷来的 不用再说了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把这个欺骗卢甲 挑衅权贵的废物 双腿打断 扔出去喂狗 卢小姐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请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你敢打我 对杜先生不警 不警该打 更该死 你 卢小姐 为了一块破饼 你就肯定了这个废物的身份 跟我私王两家作对吗 在你们眼中 那只是一块破饼 但在我卢家 这是身家性命 来人 三十年前 杜先生助我卢家成为一方巨亲 留下半张饼为信物 我奶奶历史 三十年后将鞋饼引爆 为什么你这蠢鱼就不能直接去死 为什么我肆意蹂躏的废物 偏要一次次踩在我的头发 杜先生 能否将这两块饼 何时验证 当然了 杜与 我要你死了 我要你死了 你可以吗 你是个蠢鱼 怎么不去去死 你这个蠢鱼你怎么不去死 放肆 不管你是谁 立刻将东西给我放下 周思思 赶紧将我手里东西给我放下 未来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就因为一个破饼就感危险 我费极心思地靠近杜与 得到杜家家庭 而他杜与 就因为这一个破饼 就能东山散起 就能重新踩在我的头上 但我的努力算什么 算笑话呀 周思思绝不允许这个废物 能在我面前要讲呗 杜与 我今天就要毁了你的心吗 向你记住人 我就该死了 啊 杜与 你的饼没了 你这可笑的信我没有啊 你所有的依靠都消失了 现在 赶紧跪下来给我道歉 现在 跪下给我道歉 敢回我儒家信我 你该死 你可持续将害权贵 也在几次三段阻到学生 杜与 你赶紧让我放手 你 罗小姐 就因为一块破饼 有点过了吧 他毁掉了 是我卢家的信物 一块破饼就能当信 他毁掉一块 我赔你一千倍一万倍 德书 放人 德书 放人 否则我家罚出账 卢小姐 中州卢家要为了一块破饼 为了一个蝼蚁 跟我私王两家作对吗 你卢家 以一块破饼为信物 就足够可笑了 再引一个骗子入卢家 一定会被天下人失效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这个人消失 才能保你卢家 黏命 真是高兴 我已经拿出了当年的信 也说出了事情 你们还在自欺欺欺 是脑子有病 我看脑子有病的是你吧 你那所谓的信物都已经被毁了 你搭不上中州卢家的关系 做不了白衣裳 你还是路边的一条野狗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 有什么资格待在这里 没资格的是你们这些忘恩负义 高高在上的砸损 卢小姐 既然你没有办法做出角力 那就让卢婉宇来见 不行 我奶奶此生夙愿就是再见杜先生 但他现在生病住院 我不可能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去见他 好 那我去见他 慢着 气弄完所有权贵就想走 你走得了吗 虽然你是我自家恩人之后 但我思青城 绝对不会纵容你肆意光备 区区楼椅以卑贱之躯 以下犯上 我将害权贵的尊严 既容侮辱 杜宇 还不赶紧把百姓们交出来跪击结罪 不够 敢挑衅权贵 敢和老子抢女人 小子 跪下来给我当狗 卢小姐 你难道一眼睁睁看你的恩人受辱吗 我卢家的恩人自然不能受辱 但我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 和南省思家 京城王家对抗 况且 他直呼我奶奶大名 对我奶奶一致气势 竹子放弃 我没有对他动手 已是我最大的宽容 好 卢小姐心怀慈悲 诸位权贵明辨是非 只有这蝼蚁狂妄放肆 杜宇 还不跪下 你们简直无耻至极 我们一念恩情 不懂感恩 但我身为私家人 却不能忘恩负义 我今日 定不会让杜先生受到一次侮辱 我私家怎么会出了你这样的宠妇 不过骗子配傻子 倒是般配 大姐 今日朝朝 我们身为私家人做人做事 应该有最起码的分分 放肆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 这事倒是怎么了 一群忘恩负义者 却在这高高在指 自以往 有情有义之人却只能受人为如 如今更是要跪下 真是天大的笑 少废话 这世间哪有什么善 只有强弱 像你这种蝼蚁 就该认命 立刻跪下谢罪 不饶你 你要是不跪 我不仅让你沉江 还会让私心你这个存货 也难以善罩 老爷 我赶紧跪下 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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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天道 纵然你们知道 你们不分黑白 你们 凭什么让我 还真是死压的死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双腿 来人你放开的 四星雨 你给我看清楚这个龙椅是怎么被碾碎的 我就知道你的选择到底多于 则叔救人 则叔 救什么人 赶紧给我拖出去 出手 住手 住手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家的恩人就要被你害死了 你在说什么奶奶 放人 必须放人 放人 先生 三十年未见 露银 怀如昨日 先生 先生 这三十年来 我每日每夜 都在想和你见一面 今天 终于见到你了 原来你 中州卢家 卢婉玉 佩杰杜先生 请先生 入主卢家 这不可能吧 卢家祖母三十年前 就见过杜宇 这一定是在演戏 这是骗人的 肯定是骗人的 一个人怎么能三十年都不变 再说 他一条丧家之权 怎么可能会是卢家的恩人 姐 快醒了 我当初帮你是有私心的 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所有的象征 不 无论先生是怎么想的 我卢家今日的荣耀 全都是因为先生 没有先生 就没有卢家的一切 我卢婉玉 也不会是如今的卢婉玉 卢家的一切 也该归先生 卢家老夫人 你卢家就非要为一个废物站台吗 卢家老夫人 你卢家就非得要为一个废物站台吗 我不知道他杜宇和思琴 引发了多大的代价 请你演出戏 但请你搞清楚 三十年前他杜宇都还未出生 怎么可能救你 难不成他杜宇会穿越吗 你们就算是演戏 也请你们认真一点 严谨一些 不要把我们在场所有人 都当做傻子 还真是想瞧了你这龙 不仅勾搭上私卿女 还搭上了狂角 但你以为这样 就能肆意妄为了吗 肆意妄为的是你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让私家抱怨 也没有想过争权夺利 你们毁坏了我的雪玲珑 我拿走江海的百业项目 作为赔偿 你们却反悔撤资 我只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是你们多多必然 是你们一再激扬 放肆 算什么东西 放肆的是你们 苏先生心怀慈悲 苏山好事 却如此侵辱他 杜先生不愿与你们计较 稳不稳遇 却不能不光 卢家愿与你男生私家 京城王家开战 就为了一个龙鱼 老夫人要跟两大家族开战吗 有杜先生 才有卢家的今日 老李 卢家信音在此 请杜先生 切换信音 掌管卢家 师父宣战 尽在先生一眼 三十年前我帮我 是想让你今天成为一封剧情 帮我作证消息 没想到他们却得寸进去 好 我暂时接管了 也算是完成了三十年前的消息 你们看不起我身份低位 不愿吗 你们打碎雪玲珑 不愿陪着 我可以说 但你们不愿陪 但你们不愿陪 我一忍再忍真无可忍 我一忍再忍真无可忍 今天我接受的无情 随时可以宣称 你们能 能吗 能吗 敢吗 回答我 回答我 我们男省私家存世千年 岂会叛递 不经成王家 也是一方好巧 我只问你们两家 可敢与我宣战 还有你们 你们可敢与我度 宣战 张老板 你不是说要维护政府 你敢吗 不敢 不敢 李家主 你不是要为江海所有的人 谋不利 你敢吗 我 不敢 你们今天这些人聚集在此 联合议题 不就是想把我踩下去 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你们可敢与我开战 好 今天如家家主在此为你撑腰 我退 但这不代表我私家会后 你是我私家恩人之后 该给你的东西我已经给了 但百亿项目一定会撤死 从此 你跟我私家再无关系 陆月 我们的女人 回来 看着 你们的事还没完呢 对 之前没必要三个钱 我们是铁铁铁铁 我知道我们做了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家伙什么都没有做 我就不再没有将你一脚牌死 对啊不对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 再来一次 来人 你就是运气好吧 要是再来一次 面前将威其林的烟狗 放肆 来人 想要这两人给我拖出去 我拖了我拖了我 爹 你给我等着 杜先生 不要为了两个不知死活的垃圾生气 现在大仇得报 死亡两家也被吓退 这印信我本不该收 你卢家能成为一方剧情 完全是你带着卢家人打拼出来的 这个印信 你还是收回去 可卢家能有今天 全是因为杜先生您 我只不过是将本就属于杜先生的东西 归还给你罢了 再说 死亡两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你掌管陆家 诋毁二让 是 我了解我姐 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放心吧 对付她们 我还有办法 好吧 老李 杜先生神秘 莫测 他们起一个卢家也很正常 但我 还有一事想求 请说 这三十年来 我最大的夙愿 父亲是能和杜先生见一面 以报大恩 公事想嫁给你 不过 现在看来 先生三十年容颜未变 而我却已经老了 如今 我只求先生 能娶我这孙女 什么 你让我娶她 不行 我才是先生未婚妻 未婚妻而已 还未成婚 先生 我卢家愿以全族为你 佳青云为你的妻子 别别别别 家族未婚 我还不能结婚 杜先生志向远大 暂时不结婚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感情胜在培养 我在江海买了一处别院 赠予杜先生 清云也会留在江海 照顾杜先生 这 请杜先生接受 你怎么又跪下了 那 这个房子 我先接受 其他的事情 我们再商量 我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 先走了 奶奶 你真的要我嫁给杜先生 怎么 不愿意啊 不说杜先生救我卢家之能 单说他这三十年容颜未变 就足以看出他的本事 嫁给他是高盘 可我先前得罪了杜先生 恐怕 他对我已经没有好感了 那要怎样 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杀 只要你能顺利 追到杜先生 下一任家主之位就是你的 好奶奶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们说杜宇身份卑微毫无背景 他是成了中州儒家的 你们说他面对陷阱无能为力 儒家却愿意为了他向我们两家开战 因为你们这两个蠢货 你所有的计划都毁于一旦 大小姐 我们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前几天 杜宇还会怎么交底下求饶 完全是个小人模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咱俩杀过了几天 就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 你去不知道啊 让老四丢了女人可是丢进了脸面 不行 一旦杜宇入主卢家 以卢家的威势 加上司清宇的帮助 他随时掌控司家 到时候我所有的权势 所有的谋划都会毁于一旦 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放心 他卢家的确是一方聚气 单论着商业和资金 你我两家都不是对手 单论着体育 他卢家却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立刻派出王家攻防 只要杜宇一死 这所有的一起 还都是属于 我也会让私家共同重生 至于你们两个 大姐姐 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好 我听说杜宇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 交给你们处置了 好 请大学姐放心 请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奶奶买下来送给我和杜先生 从今以后 我就会搬进这里贴身 照个杜先生 漂亮 既然你不走 那我也搬进来住 这是我家 请你离开 是吗 那你有本事 找人把我扔出去 现在这是先生 只有先生 才有资格让人出去 否则 我会一直在先生手里 你你 哎哥 要不 我们先吃 吃吧 好 先生 请坐 先生 请吃 放弃 先生 一定是我的 你做梦了 你做梦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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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太可怕了 这小时再搭下去 还得里面都没抽筋了 自家的危机还没有解决 不如今天再去一趟 先生 妈 你就放心吧 你安心接受治疗 等你出院了以后 你会不会再去 就能见到一个重新兴盛的度假 我现在有钱呢 吃的好着呢 那我先挂了 趁愈能吃上一盒热 先生 你怎么在这 我刚刚在房边买了公别树 想跟你做楼梯 你方便我照顾你 想想 这是我经常做的小器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去做 不然 我再给你做一把 呃不用 这样看起来 还挺不错的 这种垃圾 就不要给杜先生吃了吧 你来这什么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来 干凉 点棍 不然是给他秘密武器 有这些铁牌的东西 我看谁还能毁了他 这一次我 一定要建立一个巨大的关系 帮我站成死亡两家 司星成 你给我等着吧 这次我一定要踏平死亡两家 要是 休堂主 你手下都死光了 你说你干的这点营生 你拼什么命呢 你到底是实质张探长派你们来的 我的我的 都是道上混的 我们拿钱消灾 看我们来的人在上网站通了天了 你饶不起 你还是别问了 敬你是个女汉子 乖乖的束手就拳 要不然 我们搁几个 先办 然后再杀你 到时候等待你的僵尸无尽的羞辱 我都还没有尝过 这女堂主的滋味呢 啊 哈哈哈哈哈哈 疯子 就算是死了 会对你们这群男的羞辱 这是名顽不灵啊 兄弟们 有事 请问一下 今天是哪一年 你什么人 找死啊你 完蛋 这是来到乱世了 不好意思 这就走 我站住 帮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个路员 路员 他什么都得死 我弄他 啊 啊 这是什么玩意 你俩 把这个小娘们给我看好了 这个人交给我 你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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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 我 我 死了 我 哎 你小子到底是什麼人 你關門是什麼人 兄弟們 那車你給我等下你 哎 你怎麼了 你是誰 傷害杜云 男手姜亜 這大半夜你來上海藩做什麼 你是不是跟他們一伙的 我的貨呢 不是梅姐 我怎麼可能跟他們是一伙的 我都不認識 而且 我還幫你把他們都打跑了 我怎麼可能跟他們是一伙的 你需要把人 你看那是我的車 行過你的車 奇怪的裝束 奇怪的武器 你到底是誰 其實 我是天上派下來救你 是我 請問你專心的 上海探 青龍峰 秋十三妹 秋十三 這正事裡面也沒有 你等等 啊 秋懷 江湖人稱秋十三妹 十二歲 乳青龍嗎 十八歲成西堂堂口 我遺棄 我也沒想到上海的 二十四歲 給幫派送孕了一批 遭人心海 姑娘 原來你就是 來先幫忙 我先走了 哎 你要去哪 幫派的貨丟了 要不然 我就去找回來 要不然 我就死外邊 反正毀了青龍峰 冯先生呢 我也是個死 你不能走 你說什麼呢 今晚你要是走 必死無疑 反正我也沒有活路 我說了你也不明白 總之呢 有一批從南洋來的藥品 今晚要到法租界 你們老大也就是冯先生 要你送到上海 你怎麼知道的 我要是說 我是在江湖治上看到的 您信嗎 不信 我就說嘛 總之呢 你們幫派裡面出了判斷 你一接到這批貨物 就被人埋伏了 然後你一路尾隨到這 埋伏將至 要不是我出現 你就死在這 你到底要說什麼 貨到底是誰接走了 貨在哪 這批貨是誰接走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這批貨在哪 在哪快說 其實這批貨裡面的 藥品並不是 而是從秦山偷偷運送出來的 律動學 這涉及到我華夏的安穩 是也不是 你找死 秋姑娘 哪怕是這批貨不被投 你也會偷偷的運送去南安 給愛國義軍菜軍上 現在日軍圍城大敵當前 你想保住這塊國保 保住我華國龍脈 是也不是 當真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秋姑娘 我敬受你的為人 但如果你現在去了 才會被當作賣國賊 你到底在說什麼呢 我不去找那批貨 難道我要主動回青龍幫受死嗎 恰恰這個時候你才要回青龍幫 我可以幫助你面前馮先生 找出這個盤 而且還能助你平步青雲成為二當家 我憑什麼相信你 反正我都救了你 而且你要走到絕路了 再相信我 大小姐 沒事吧 你一下子是吧 你好 你看廚房 叫帥 姿吳 輸了 我 这里对我大害羞 谁都知道 他秋十三妹是你的干女儿 你这个做干爹的 会不着他的行僧 断崖 还好 难不成 是享受这批货 是我跟十三妹一起偷偷结的不着 整个上海南人都知道 你们西北两堂 穿的是同一条裤子 他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娘们 如果不是你这么重要的任务 怎么能不能在他的手中 许达达 不要信不赔人 这批货丢了 我看你怎么跟领事交代 如果交代不了 你们所有 都得死 那你是想让整个青龙帮 过冯先生 你跟着陪葬了 你别在这搅混书 这件事 本来就是冯先生 跟约瑟夫领事 谈好的 就用租借口罢进入上海 冯先生 怎么可能自己去自己 那我就 都是为冯先生和领事办事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为什么断探长非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呢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就不起 现在出了事 我说你们青龙帮出现叛徒还能有谁 那你断探长 也知道此事啊 我可不可以说 你有截获的嫌疑啊 骂了 你真在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这是在青龙帮 天使一会儿各大 你小心走火啊 危险我 如果今天找不到那批货 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走 我要走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阿姨没事吧 没事 他都是骂子 你找死你的 自己人 大兄弟没死的吧 被埋伏了哦 全然是自己人 你又是谁 一个朋友 刚才救了我一遍 朋友 我让我从来没见过是吧 呃 啊老乡 当然是不肖 咱们都活了 没结束了 没结束了 没拉过结了 现在还不清楚 哪能够办呢 如果活着了 我坦哥的兄弟都叫老子 这位杜总长 你说该怎么办 呃 我们 这又是吧 都自己人 你直说就行 行吧 我需要知道 这两位兄弟靠不靠不 手下有多少人 欺杀自己伤 你放心 跟我都是过命的就要去 可以以命相过 两位兄弟你们呢 需要帮你们老大 办两件事 你说 哪个谁 先把刀放下来 哎 就按杜先生说的办法 既然如此 让我们小姐 就拖给你杜先生照顾了 如果实行办成了 你就是我们堂苦人人 哎小姐我先走了 哎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你可回来了 干爹 各位长姐 你这是 没事吧 求他 今天护送的那批货呢 我被人结了 被 结了 那你和我俩回来 对手穿着黑衣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带着兄弟们追了一路 结果还是没能直升 那你兄弟们呢 都战死 那我怎么知道 你说这事是真是假的 还是演了一出苦肉计啊 你什么意思 哎我说你是 说话怎么加强逮捕 你就挑明了说吧 你是不是觉得 秋堂主演了一出戏 撕穿了这批货 你又是什么 他 我是九堂主的朋友了 这里没有你说什么 我过去的 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是他 在路上救了我一命 多谢这位兄弟 请你兄弟 尊心大队啊 可得斗鱼 哈哈哈哈 你俩在这一唱了一号 跟我这演戏呢 真知道你俩是不是坚持 不知道 他上 你够了 杜探长是吧 现在货丢了 你应该去追查这批货 你身为一个探长 却一直想 秋堂主定下死 难道说 知道这批货的消息 或者说是 是你解锁了这个 不说 那要不是你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查这批货 非要给秋堂主定下死 所以我 自然会成 但是护送的是 是他们秋冬帮的事 现在出了问题 自然 由他们青龙帮负责 我们当然会负责 所以我自然会想办法 把这批货找回来 给邦会和冯先生一个交代 断探长 这是我们邦会自己的事情 您就不要插手了吧 如果我找 他 这么读解这批货上他 看来 你真的知道什么重要消息 笑吧 不是你很久 还在他这肚嘴 踩到你的痛处了 心急了 找死 断探长 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 你给我个面子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赶紧把那批货找回来 给你面子 你有什么面子 一点搞男女 一方人窜通 一起在这演戏是吗 帮我登上吧 真以为我还在这里开枪是吗 来 先把这条路来以后变了 走 哎 他俩我变住手 断探长 你真要在我的地方上动手吗 冯先生 咱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咱俩这是这么久了 作为兄弟 你们帮派你出了事情 自然 帮你清理 冯某虽然不才 但断探长什么时候跟我平起平坐 再说了 这是我帮内之事出了什么问题由我来处理 还轮不到断探长在这腰无磕料 好 你帮办事 不 不认识 但这件事是约瑟夫领事特意关照 我身为苏介总探长 这本身就总问那个事 冯先生 你不会给领事的面子 走路给 好 段探长说的对 我自会给你一颗约瑟夫领事一个交代 实在你说有线索吗 冯先生暂时没有消息 帮你其他所有的兄弟都出去找了吗 都已经出去找了目前还没效 十三 身为红主主这么大事 该干扯罪 是我的失职 恳请冯先生 再给我一次机会 只要能照顾这批货 我该受任何惩罚惩罚 如果找不到呢 你又几个人头 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不分青红皂牌啊 这明明是出了那天 才导致这批货丢的 而秋堂主 主因为子氏也受了重伤 你们还要吃醉给他 别说 为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 青龙帮是丢了货 但是是在你的地方 怎么 青龙帮丢了货你高兴吗 你是想和青龙帮对着 你什么你冯先生 我说的是不是 冯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 他出道上海滩不懂规矩 请您见谅 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我叫杜宇是从 远道尔来是帮你们追查这批货 你算什么 不止天有个 哎 别说了不行 行李有说 我在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是来帮你们追查这批货 整个青龙帮全体出道 我上海滩搬了个底说店都没有找到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能找到 那你的意思是 这批货找不回来了 没错 除非把这个叛徒找到 冯先生 我怀疑他们俩理应外合 而且 皇堂主也有钱 起算了 为什么要偷自家的货 因为你看冯先生不顺眼 因为你要取而代之 你早就跟日本人有了联系 这批货 我怀疑啊 你已经卖给的日 你 其他 你是狗派人 彭先生 鬼蛋的没错 赶快把他们抓起来 如果这批货都是日本人手中 他就要回来了 好好好 好意找借刀杀人 我说你是耳朵龙了吗 刚才我已经说的很清楚 我会调查出这批货再来 也会帮你们找出那个内奸 倒是 你是想住青龙帮于死地吗 这批货 根本不可能找到 你们 是义户 那如果我找到了 如果你能找到 我就跪下 叫你一声爷爷 如果你找不到 被你双手双脚弄死 好 如果我找到了 你就跪下来叫我一声爷爷 并且从此不再插手青龙帮的事情 你疯了 好 我答应 冯先生 帮我做个见证 可以 你少吹牛了 根本找不到 如果我说 我根本就不用撑 因为我知道这批货在的 真的有陷阱 没错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你怎么知道货在哪儿呢 这叫时代信息差 像我一大许 神经 我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林家村 怎么会把货运到那个地方 因为林家村 离黄江码头最紧 而黄江码头是日本人的地方 你说 没错 这个早就投靠了日本人 并且想把这批货卖给什么 段探长 现在货找到了 愿赌服收 你你你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批货 在那里 我凭什么消息 我还怀疑你 你是故意涉取在这邀功呢 我是不是邀功 你问一下背后的人 我就知道 结果人抓到了吗 龙先生 结果这人抓到了 比赛是我们帮陪了人 带上来 你跟老公老师交代清楚 那就是你敢的 小李 你知道 我问你我在哪 我暂时还不能说 大门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冯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的很清楚 你们帮派之中有叛徒 如果我现在说了 反而会害了大师 龙先生 我看这小子就是秋十三 美在外面找了一个江湖骗子 在这拖延时间 让我把他们拖出去 整个大费时间 上次时间 应该唱 龙先生 我找到了 龙先生你这是神的 哎呀 废话少说 先说认识 我在哪 我是在李先生藏库一头找到了 我已经派人我会云了 太好了 我没烧 我没有烧 我都颠过了 这还多亏龙先生颠过 我提前在那些兄弟 把那些买从我们人抓了 把我都给抢回来了 我还把人家早就买过了人 就跟着十三天上去 还好 堂能不差 荒雀在后 我把他们全端了 你 你胡说 不是我呀 风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有误会 我干爹不会做这种事的 小姑娘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话 我是绝对不够乱说的 念三 是 我家有误会 就是他们脑大些的 这上面就是你荒唐出的笔记 冯先生 冯先生 亲密不 荒融 这果然是你的笔记 来帮开你的团毒竟然是你 看爹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你不在 背叛的冯先生 你还不信拿我的命来替你 因为他已经投靠了日本 他骂的这批药 就是他跟日本人的同名状 哎呀笑死我了 我先生 我早就说了吗 这件事跟他脱不了干系 是我 是我怎么样 你在这个位置上太重了 日本人强大 要你跟日本人合作你又不肯 谁又跟日本人合作 咱们才有希望 你被你拐 完了 怎么样 查出来 大不了一折 大家一起死 啊 来 把他给我拖下去 碎石万段 都是个人 冯先生 既然 货已经找到了 我要回去跟你们交代 邓某 告辞了 等一下 段探长 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还没律行 怎么不贵 冯先生可是作证 你断探长在上海滩也是有头有脸的事 什么 上方会 冯先生 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爷爷爷 哎 乖尊叫好 你小子给我逗着 哎 又怎么了 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 我没搞清楚 什么意思 过是找到 但是货里面的那个巡龙绝 还没有下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巡龙绝 这是一枚能稳住我华国龙脉的巡龙绝对吧 我再多说一个字我就崩了你 冯先生 你闭嘴 我先崩了他再崩了你 冯先生 我不是喊 我知道你不想让这位巡龙绝落个底水 你想让他留蛋吧 我可以帮你 大言不惭的小子 就非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够杀你十次 你没有杀了 是因为你隐约觉得 我会知道 华国龙卖玄龙绝的下来 我以为是你别说了 让他说 好吧 你想清楚 要是说错了一句 被屋里所有人都得丧命 冯先生 连我也算在那 我做 既然你就知道了就别走了 说 你还知道些什么 冯先生 当时这批货被偷 段月阳藏 我们就知道是黄荣所 他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顺便 偷走了徐龙群 真正跟日本人有交易的 也是 日本人许诺他当场东户祖都 只要他偷走徐龙群 斩断华国龙脉 血鬼犯人你胡说 算探查 他说的可是真的 不介绍 你不用现在一外胡言啊 小子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证据马上就到了 第八一军林副官到 杜先生 十三姐林副官到 林副官 冯先生 蔡军长 冯先生请放心 蔡军长一切多好 请问 哪位是杜先生 正是在想 嗯 巡龙绝 我们已经找到了 多亏了你同风报信 我们已经接手那批药物 这对我们义军来说 无疑是雪中所探 最重要的是 找到这枚巡龙绝 保证华国龙脉 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 太好了 你不过 这巡龙绝是在哪找到 就在你段大探长的车上找到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一定有什么误 误会 我们抄了你的家 抓了你的助手 这才从你车上找到这枚巡龙绝 你跟我说这是误会 怎么可能在我这 不可能 你是不是在见过我 放肆 你的助手都已经招了 货物于明日抵达上海之间 你便派人前去接运这批货 再偷偷的拿走这枚巡龙绝 于明日转交给日本人 现在人正物正巨子 你还有什么好走遍的 我说 我说 看来在你们执行 换了故事 儿子养了 正知乱世 我难当头 你通敌卖国 为了自己的前程 不须断掉我华国龙脉 杀你十次都不够 劫蔡军长的命令 把这个段月阳 给我偷下去 于明日 当街枪毙 拿下 不要 啊 不要 不要 杜先生 在 先生声名大义 于归那这种巧妙设计 不仅送来我们急需的药品 还找到这枚巡龙绝 我帝国员 谢谢你 其实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些 都是邱唐厨的主意 我 邱唐厨也立功了 冯先生 得奖励呀 讲 大大的讲 实在 从今天起 你就是青龙帮的二当家 县林副官 谢冯先生 还有一事 现在正是乱世 我们行军打仗九死一生 这枚巡龙绝 我们实在是碰到随军 按照蔡军长的意思 是希望杜先生您这样的爱国人士 能把他带回鱼山 这样就能稳住我 滑骨龙脉 林副官 我不会在此地带韩群 糊弄一事 我推荐 秋唐厨 我可以以性命担保秋唐厨 完全可以省人好 那我们走了 林副官 沙场凶险 多保重 走 从天都亮了 完了 这下耽误的时间可够久了 听你事 巡龙绝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必不如命 好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记住巡龙绝送到秦林以后 你一定要亲自家派人手 守护好龙脉 只要有巡龙绝在 就能守护住龙脉 到时候 各门各派的高手 都会来助你一帝之人 我们这个华国 一定会国运长生 宛容不强 好 我先走了 杜先生 千言万语 无法表达 又不能挽留先生 只能跪先先生 救我性命 又救我华国 有处事 千万别管 说道感谢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如果你真的想过来 就拿着这些电脑 让你的子孙后代去八十七年后 找我的 八十七年后找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天上之人 是特地派下来 拯救你的 到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后人 来帮我 哪怕是不帮我呢 也能做个朋友吗 好 一定 一军进城 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风雨飘摇的时代要来了 舅女士 接下来的几年 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一定不要放弃希望 我们这个民族 会有很多英雄丑心 他会为我们将来幸福的生活而平 我们的未来 一定是幸福的 光明 不要放弃希望 要相信 好 好 走了 真是 在一百年前 就建立了关城 只要有一两家留下 那也就成了我的背景 到时候我看私王两家怎么跟我懂 喂 如果你想见你 你来的总是八年 那小子相遇不如书相遇 你叫曾经 什么 你 你 看见我们没死 很轻啊 不可能 我卢家的保镖已经将你们解决了才对 多亏了大小姐能让我们再站在这 能让我们再次踩在你们头顶上 你不是很狂吗 不是要打倒几大世家重振杜家 现在 跪下 张浩 我让你跪下 我让你跪下 不能跪 他只是想羞辱你 你就算跪下 他也不会放过伯母的 司机女说的对 你跪下 张浩只会得寸进尸 我知道 但是那是我的母亲 我唯一的亲生 我不能让他受到一丝伤 张浩 我可以跪 也可以给你道歉 但是你不要伤害我的母亲 你一个失败者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我让你跪下 你就得跪下 那是我高兴的 说不一定 还能放这个老东西吗 跪下 老公 哈哈哈哈 杜宇 你看看你你现在的样子 真像一条有为可怜的野狗 无论你 在他的实力 在他的背景 在我面前 你永远都抬不起头 现在 像野狗一样 爬过来跪下 周叔 宗师 四大宗师 祖宇 我和智海 是四大宗师 徐智 你们想怎么死啊 你们想怎么死啊 死亡两家共计四大宗师 到底要干什么 当然是算你不上路了 你是想和我 中州卢家开战吗 开战就开战 昨日离开 是我思家给你一个面子 要不然 你以为我怕他 度有一个废物 我京城王家 南省思家 哪一个不是发家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家族 我们的底蕴 岂是你们能够相信 原本我只想干掉这个废物 让思家千年夙愿的笑话成为过去 但现在 我只想找到思家大学 和两家之力 压倒儒家 龙国同随以后 以我两家为尊 多元 看到了 这就是你底层垃圾 跟大仲物的区别 你也 只有这一母三 而大小姐也就是 是整个世界 不管你有什么也行 请你不要伤害我的东西 你别开玩笑 今天不仅是这个老东西 你们这群人 都得死 如果你现在还有什么背景 什么势力 我劝你最好立刻拿出来 不然 你就没这个机会了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他一个废物 能跟几大权贵见面 一世侥幸 哪来的什么背景 更何况 今日是四大宗师旗帜 他再无翻盘的机会 小子 祝你下辈子投个好胎 杀了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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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秋辞协华国秦山六大家族 拜见 起来吧 四大小姐 这就是肯定要的权取和背景 秋辞 华国秦山龙脉丘家大小姐 掌控一地边居 一二一地财富 真正的龙果顶侧 还一个底层垃圾 怎么会和他们打着关系 先生 不管是秋甲 还是六大龙脉家族 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有他们的帮助 你一定能解决这些麻烦 假的 这都是假的 杜宇 这可怜都是你几年演员 休想骗我吧 骗你 你配吗 六大龙脉家族盒子 杀 哎 我命 你们别过来啊 要不然 我弄死在老家 我 我 你没事吧 妈 没事 真是 我们 妈 思青城是二小姐的新人 我不会上来的 但是我会让思佳 收回他所有的权利 至于王志海 为了一己私欲毫无底线 必须严重 请杜先生放心 我立刻联系龙妹 为师二晚的 不出一日让玩家消失 我帮我家 完了吗 秀小姐 多谢了 关注杜先生 是我邱家 和六大家族的事业 如今 我也算帮先生平了一事 也请先生帮我一事 秀小姐 你让我怎么帮你 娶我 你也要娶你 不行 杜先生是我的 我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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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你走开我的我的 我的 我 王志三 我在我的我的我的 我在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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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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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我的我的我的 My